歡迎大家收看《科學新知》 好了 今天我們又要 雖然這個不是《科學回憶》 要回到2019年的時光隧道 為什麼回到時光隧道呢? 因為Nature有一篇文章涉及到武漢肺炎瘟疫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就相當的爆炸性了 因為大家如果看那個簡單的報導 就似乎未必掌握到那個論文的真正意圖 文說就是這篇文一出的時候 有些香港的媒體都幾大反應 是不是? 就是這麼說 我會覺得是有點誤讀的 如果你說再有一些研究探討 過去幾年的疫情究竟的源頭在哪裡呢? 大家不會覺得很有興趣去看的 但是如果由這篇文對於先前的其他的研究 去怎樣去對話和去作出一個新的結論呢? 我覺得很值得在這裡再拿出來去講的 因為如果今時今日再告訴你疫情的事情 大家不是太關心的了 甚至乎再叫你打針也不會去打 口罩也都覺得不要再亂戴 是不是? 唯一就是說可能你去醫院那裡 你就要想我覺得合理的 但是一般的市面來講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必要去戴 自己不舒服才去戴 是不是? 在這裡的那個文章其實就是這麼說的 標題就說 它在講這個肺炎的疫情 其實就是再一次確認了是源自武漢 就由最新的數據那裡 大家可能聽到是不是媽媽是女人呢? 這些就是已經講完一次再講了 但是其實因為中間整件事情有很多的反撲在這裡 那麼這裡有需要去回顧一下 還有有一些的香港的媒體 無論是本地還是海外的港人媒體都好 就好像對這篇文有一點是 是不是一些誤讀呢?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有人就說這篇文是否其實是為了中國去開脫 還是更加去指證中國那裡的疫情的來源呢? 那麼其實也是這篇文是最主要的目的所在 所以在這裡就最好要搞清楚這篇文其實它是想做一些什麼的事 其實我相信如果從一個科學的角度呢 我們現在不是說去先放在誰先 就是要先放下這些東西是吧? 大家很冷靜就是第一件事 我們掌不掌握到原子數據? 就好像似乎現在到現在都還不是啦 但是還搞不了原子數據都可以用一些科學方法 去推敲那個最初發生的情況嘛 那麼去到這樣的時候呢 就正如剛才你說的反反覆覆就搞了 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搞這麼久都還有一些似乎大家在那裡 爬來爬去的東西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爲有些國家就不希望自己被認為是這個病毒的源頭 所以就做了很多的一些的claim 也都發表了一些研究甚至乎是有一些基於數據的 也都有一些純粹是口頭上的一些指控 就是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過去那幾年疫情的時候呢 就是中國大陸是曾經是指控過你美國才是源頭 就說你那個有幾個版本的病毒 最後呢是有其中一個最流行的版本呢 就反而是美國的那個版本 跟著就而且有很多的本地媒體 甚至乎一些某一些陣營的人士 就非常的接受這些說法的 但是其實中間也都出了一個基因的分析 就說其實就是站不住腳的 就是你哪一處是出的最多 跟你是不是哪一處是源頭呢 可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你哪一處那個病毒版本是最原初 還有那個病毒的基因的版本的多樣性最大呢 就反而就是另外一個更加有力的證據 證明你的源頭在哪裡 就是這件事情就好像你世界上有很多的辣椒的品種 很多的薯仔的品種 是不是? 那你如果發覺世界上哪一處是辣椒的起源 那你純粹看回那個基因的源頭 你見原來南美洲那裡的辣椒 那個不同的基因的多樣性是最大的 其次就是印度 那你就知道了 再看回歷史也是 首先就是由大航海時代 由南美那裡拿過來 再在印度那些殖民地那裡大量去栽種 所以你發覺現在世界上那個 那個辣椒的基因最多樣性就是 首先就是它最源頭的地方 就是那個南美洲那裡 然後就去到印度那裡 那你跟類似的手法呢 這些這樣的基因分析加統計學的手法 可以用在這個病毒的考證那裡 而且不是單憑那個多樣性 你從那個基因的資訊 你也的確是找到它從哪一處交叉感染下來 它帶了什麼的基因的殘餘資料下來 是可以追蹤得到 而且那個變異曾經在哪一處出現 也都可以追蹤得到 那所以你要去模糊這個焦點 模糊這個視野 你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在你真正的源頭那裡去 盡量查走這些資料 那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當初你最先去發現到 有報告病例的地方 就是這個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那裡 是長期封閉了 被人家洗太平地洗了一整年 在那裡洗了很多次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到今時今日這個疫情再完 再有專家去那裡拿的第一手資料 很多東西已經沒有了 但是都是你可以拿到一些殘餘那裡的資料 因為有一些基因的數據 可能就是你是一些 就是你總可以駁它有些地方 洗得沒有 不是最乾淨 那裡你可以還駁它 可以拿到資料 而且就是你越遲才拿資料的時候 你那個現場證據越是摧毀 你就越可以有權去洩一些其他的假說下去 所以在這裏呢 在這裏講 就是不要用一個誅心的角度來去講 如果純粹在一個查證的角度來講 如果你一個地方是刻意地去嘗試去抹走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只會是令到其他調查的人去起義 但是我在這裏呢 也要很嚴正的講 其實這件事 那個病毒在哪裏 那個源頭在哪裏 不一定不代表你 你就需要被指控為殺人兇手 這樣的意思 因為世界上所有的疾病都是這樣的 你無端的那裡有病 那個地方是第一批的受害者 當然就是現在就是 你連這個查證、考證 如果都要給這麼多阻力人的時候 你只會是 你企圖為自己洗白 實際上越苗越黑 然後呢 在中間也有一個過程就是 曾經還試過賴是意大利才是那個的來源 又說在意大利那裏呢 就找到的樣本 才是最早期的樣本那裏 都有那個肺炎病毒 結果後來又是殺有介事去找回 原來整個那個驗證過程裡面的樣本是受污染的 所以中間是國外的專家 為意大利洗白 就是要驗證其實意大利不是源頭 另外又是抹黑了美國 接著又要去驗證究竟那個源頭是不是在美國 是不是 就是只是這裡反反覆覆是幾次 其實已經出了幾篇Nature的文章了已經是 就是中國對於外國的每一個出現的指控 結果你就產生了另外一篇Nature文章去反駁這個指控 而在去年2023年4月呢 就是中國的衛生部自己發表了一個文章 就根據自己去掌握的數據 而這個數據我也都說不到就是說 也都是一個都是幾齊的一個數據 那就企圖就是說 也都就是說 沒錯 現在的確是在那個華南市場那裡 是同時間出現過這個病毒 同時出現過這些會帶到病毒的物種 包括那些蝙蝠等等 包括那些野味穿山甲果子來的那堆這樣的東西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實到 當時那堆這樣的物種是受了感染的 也都你沒有辦法證明到 又沒有其他帶菌的人是曾經把病毒帶了去那裡的物種那裡 那會不會其實有個可能性 就是其實就是由2023年 那個由那個中國的團隊提出來的論文的結果 他其實就想帶大家去想一個他們提出的假說 就是說其實那裡不是第一發源地來的 是有別的一些人 不知道那裡的人就是把那些病毒帶了去那裡 所以再由那裡的野生動物 才再傳出來給周圍的人 然後才疫情爆發 其實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用陰謀論的延伸 會不會有一些外國間諜帶了病毒來那裡放 就吹到你這件事而已 OK 但是不要忘記 在這個假說裡面 就是不要想到間不間諜 如果你是有帶菌者在那裡 要帶個病毒去的時候 那個帶菌者自己首先就要受到大自然那個病毒的感染了 就是說要有第一次的動物傳人出現 然後再傳給那裡的物種 再由那裡的物種傳給人 就是需要兩次的動物傳人 就是這樣去發生 其實這個機率是遠 其實是一點都不高的 因為分分鐘就是你由那個人自己傳 已經由動物傳了第一次傳給人 然後人就再傳人 是更加合理地發生的 你要再有一個人 他沒有再傳給其他人 然後那個人故意傳給那裡的動物 再由那些動物傳出來出現兩波的動物傳人感染呢 其實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假說 你就可以證實 你就可以說武漢那裡可能不是第一發原地了 但是現在這個研究 其實就是正正就著去年2023年4月的那個研究 做的一個最新的基因數據分析 來去反駁這個學說的 所以你說如果去年的那個研究 是有一些意味是可以留一個空間 來去為這個武漢來去洗白的話 這次的這個研究可以就是說 就是正面去抽擊 這個假說就是他不是說你沒有可能 不過可能性其實大大減低 因為在他們那個基因分析數據那裡 就證實了一樣東西 其實在武漢那個市場裡面 由動物傳人那裡已經出現了幾波的了 已經在那個很短的時間 不是出現一單的 已經是幾個同時間的出現 所以你看到的那件事情就是 基本上那裡就是最早的源頭 就是很大機會 你都不能說到多少百分析 然後有另一個更加重要 我覺得更加嚴重的指控 就是我自己這裡都不能去說 究竟哪一道可靠不可靠 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是一個揮之不去的一個學說 就是說 在那個武漢華南市場裡面那些動物 那些野味為什麼會惹到這些東西呢 就不是說在大自然界那裡無端端的產生的 你問我呢 我會覺得反而在大自然界那裡去產生是合理的 因為經驗上我們見過 但是呢 也都有一個假說就是 其實那裡附近就是武漢的那個生化實驗室 P4實驗室 是的 它的生化實驗室裡面有一些人工製造到的病毒 就惹到給那裡的野味 但是那裡的野味就流了出 就是那些實驗用的那堆這樣的野味 其中一種就是蝙蝠 也都很清楚就是那個P4實驗室 是有用過蝙蝠來做實驗的 做過Liflukepto病毒的實驗 也都是類似SARS那種病毒 是吧 那裡如果就是說那裡直接是流了出去的 華南市場那裡再出來 現在似乎在這個研究那裡 是比較傾向支持這一種的說法 也都這麼說它沒有很切實的證據 它為什麼會認為是比較支持這種說法呢 其中一個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在大自然界那裡 很多時候你都要考慮一下那個物種 是容不容易將病毒傳給別人的 你有個病毒在大自然有 有個這樣的病毒 它會有一些是 要首先傳去一個和人多些接觸 和它是比較容易惹到人的 那譬如我們人會比較容易惹到 什麼的動物禽畜的病毒呢 那其實我們聽過那些名字的 台長你不知道會不會聯想到是什麼 那麼簡單呢 禽流感 禽流感 豬流感 是不是 這些加禽加速的病毒 已經是相對有機會傳給別人 OK 你說蝙蝠的生境和人是比較遠的 OK 但是它去了野味市場就變了 但是現在這些病毒也是 它是容易由蝙蝠傳給別人 那些中介物種帶了過來人那裡 其實這樣就會是比較像一個自然傳播的途徑 但是現在就是找不到一個中介物種 所以大家就會更加去想 就是說這件事那種 其實是不是經過一個人工方式去調度出來 令它帶了去人那裡 是會更加可能的 就是這件事 所以這裡這樣說 我只能夠說就是現在 就是我會這樣說 在那個非中文 就是中文學術界以外的其他這個世界學術界 基本上就不會再理你那些中國 說是第二個國家才是源頭的那些這樣的說法 經歷過幾波這樣的學術研究和數據分析討論 你中國這個源頭是肯定的了 但是你中國這個源頭不代表你是兇手 OK? 你都可以是源頭而且是受害者 其實大家都會多數會這樣想 所以呢 就不要懷疑我們的動機是要怎樣去做你去主死你 你開出來就給別人拿數據去看 你就不停地跟著自己又做一些研究出來 自己發表又在那裡去說 其實未必是的 就是我面子掛不住 就是其實有一種這樣的意味 其實這件事情你就覺得面子掛不住 別人就覺得你兒生生暗鬼了 就會是 是不是? 那另外就反而有一個反彈就出現了 就我會覺得是反而就更加對中國不利 就是說這篇論文發表了之後 其實更加意味了就是令到那個實驗室流出的那個假說 反而是會更加流行 就是這個想法 就是大家可能主觀上認為會不會是你實驗室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研究 那些病毒洩漏了出來的這個說法 是反而是會 就是對我來說是比較一個陰謀論的說法 但是就反而現在這個說法是比先前是會更加那個 就是可能會多了人去接受這個說法 好啦 那有幾樣東西可以問一下 其一就是剛才你用了幾個比喻 兇案現場 兇手 那會不會有新的學問叫Forensic Genetics 這個都不是新的學問來的了 這個都直接就是現在已經現行用著 我們都經常說的就是用基因來做考古 是不是? 現在就是一個考幾年前的古 基因鑑證學 我現在用了中文去翻譯 第二樣的 剛才你提到就是那個 就是有一個指控就是有人帶了那個病毒去 那他自己感染了就帶了那個病毒 跟著就感染了動物 那些動物就感染了人 我用一個比喻是不是中兩次六合彩? 所以這個基因 你要中兩次 連續這樣中兩次 就是現在就是 像上兩期中合彩一樣 是的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有知道 也有人很認真地去計算那個機率 其實又不是你想得那麼小的 其實又是小的 因為你五個字和六個字的機率都差很遠 還有一個順序 頭的五個號碼是順序 同一個順序 那順序就更難 就是當然就更難 對 第三樣東西 你又看哪些文 你又看哪些文 為什麼大家看的文 看了之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出來呢? 唉這個我回答不了你 可能你可以說 是不是我在亂說 我在看錯 但是我都叫假假地 我真的走回Nature的Source 去看回那個客戶 就是 我和你去找這些東西 我全部是由他最原初的論文 和期刊那裡找出來的 我是沒有經歷過 有個不知道認不認識的記者 走去翻譯了 那個未必一定是記者 可能是更加業餘的 他就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那個中文去翻譯演譯的方式 他又可能有自己的立場在那裡 然後你再去看的時候 於是你看簡體詞的媒體和繁體詞的媒體 你台灣的科學新聞和這個 中國大陸科學新聞已經是兩回事 那個質量 當然如果你是那個消息的新聞 是來自中國的 那反過來我就要回去找回 中國的那些學說資料 是不是?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我想台長你做新聞這麼多年 這個我想基本 我有兩個身份的 其一我早來的記者 做了幾十年記者 真是幾十年 其二我有讀書的 就是我有正正式在研究院 讀一些研究院的課程 研究院的課程 或者甚至大學本科的課程 都很要求你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去追查一件事的本質 或者所謂真相 你要看原始資料 靠近消息來源 原始資料都未必是準確的 你要比較過幾個不同的原始資料 再用你的邏輯思維 用你的所謂常識 去判斷那樣東西是對不對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作為新聞記者 它有一條死線的 就是這份稿 就是9月20號 在這個Nature 自然的刊物出來 如果你昨晚交稿 我想有些記者 它是認識不認識之間 就看一些不看一些 然後就寫出來 是 因為它其中這篇文的結論 它都是要很客觀地說 它也都沒有辦法證實到 在那個華南海鮮市場 那些野味是受了感染的 OK 但是就算沒有了這件事 我們都基本上證實 就是排除了一些 就是由數據來看 排除了一些說法 比如說你要反覆感染 就是由人傳動物 動物傳人反覆兩次 這些機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而且它反而就是 由數據到更加支持 基本上第一波 就是一下就由那裡的動物 傳給那裡的人 然後就爆了出去 這個說法就是更加支持 但是中間就是有一句 你那個動物本身的病毒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這個缺口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缺口 但是如果你只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那你就會覺得它是不是為這個 就是中國那裡 是不是做法原地去洗白呢 那其實我就覺得 是一個誤毒來的 但是我在此我自己非常強調 大自然這麼多的病毒細菌 有些來自這個國家 有些來自那個國家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是不是 就是愛滋病 開頭由非洲那邊來 有些珠瘟是由非洲的那邊去來的 那你有一些的病毒 原先就是由印度 由中國那裡來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就是你去一次印度 你不小心遮到滴行河水 你就明白那個印度煉出來的菌 多厲害的威力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你連洗澡都不敢抹大口 甚至乎你用職就去洗澡 那些水你簡直是不能喝的 你不要喝那些水 你一定要抹瓶裝水 全部全程 是啊 有人講過一個講法 就是這個食物中毒程度 輕度、中度、重度 然後就是印度嘛 是啊 就是這幾個級別 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 但是整件事都是標題黨的問題 比如這個標題 Covid pandemic started in Wuhan market animals after all 有些人就看了另一個東西出來 他問這個 為什麼你不提武漢的P-40面室呢 上頭就是這個 如果你有點標題 是吧 如果你有點標題 Covid pandemic started in Wuhan Bio labs after all 哇 這樣全世界又起空了 是吧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這條標題 你一定要在裡面 但是科學新聞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就是我記得 你有context的 我講完這句 上問一下你 比如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原來這篇文 就是為了去駁斥去年 中國學者的那篇的話 你就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那Newbord有一個說話 就是如果你想講一句準確 你就不可以講得他明白 如果你想講得他明白 就不會準確的 那現在正正就是 就是這個 整個2019年發生以來的事 就是那種尷尬的情況 是吧 是啊 是啊 我們講了整個五個字 真的沒辦法 盡力了 OK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